原家三年2月20日,宋文帝刘一龙正在进攻和大臣徐湛之讨论费立太子之事,先前太子刘少胡作非为,暗中诅咒宋文帝被其知晓,在大臣的劝说下,宋文帝打算另立太子。费立太子意味着权力的重新划分,几个世家大族纷纷提议自己所青睐的宗室,一时间宋文帝不知如何选择。 就在宋文帝还在考虑立谁的时候,太子刘少德之消息,准备先下手围墙,率领数万东宫卫队杀进皇宫,一刀砍死了宋文帝,一代帝王以凄惨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。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,宋文帝只是一个被儿子试杀的普通皇帝而已,更何况还三次北伐失败,留下原家草草的典故,何德何能配得上文这个嗜好。 说实话,宋文帝在位三十年,基本稳定了刘宋草创以来不稳的局势,也基本解决了自己能够解决的所有政治问题,开创了南朝罕有的数十年治世,也是两进南朝难得的明君,完全称得上文帝。 只是自东晋以来的门阀士族和皇权的冲突无法彻底解决,宋文帝一辈子也在解决这个矛盾中,最终葬送了自己的性命。 东晋建立之初,皇权就抑制不振,朝政大权始终被门阀士族所掌握,地方势力也过于强大。 东晋末年,靠平定环旋之乱的刘宇上尉后,现以金口的强大军力组建了全新的中军, 令陈骏氏且与自己交好的谢惠为领军将军,安排北辅军老将谭道记为护军将军。 这样一来,进军内外军互相牵制,自己可以牢牢把握进军的大权。 刘宋建立后,刘宇又开始加强中军的力量,先增设殿中将军二十余人以增强皇城和殿内的进卫力量, 后组建太子东宫卫队以辅助,创立了新的进军系统。 内军加强后,刘宇又对外军进行了布置,先安排宗室力量镇守地方强镇,任命宜都王刘义龙出镇荆州, 安排有长沙王刘道连,南城侯刘怀慎,鹏城王刘义康出镇徐,演和南演三周。 但为了方阵作大,刘宇又对这些州郡进行限制,先分割大州,后限制州郡兵力, 又为宗室诸王配置辽阻,对其进行彻肘,如此一来,刘宇就可以为自己的继承人留下一个中军远强于外军的政权。 涌出三年三月,刘宇并逝,临终前安排司空徐县之,上书蒲叶赋量, 领军将军谢慧以及护军将军谈道记四位辅政大臣辅佐太子刘义福。 在刘宇的想法里,尚书、中书、中军、外军互相制衡, 且为四位辅政大臣留下其他官员进行彻肘, 这样一来,没有一个任何一个辅政大臣可以单独行动,且行动会受到他人的制约。 但刘宇考虑到了制衡,却没有想到他们联合,而且忽略了两个关键的问题。 首先就是刘宇削弱的外军,几个宗室王大都年幼,最大的庐陵王刘宇真不过才16岁且受到辽佐的限制, 虽然难以作乱,但也无法起到拱卫京师的作用。 其次就是,强大的中军系统被极少数的官员所掌握。 一旦他们形成利益共同体,将会极大的威胁皇权。 果然暗中想要夺权的刘宇副,继位次年,就被几位托古大臣所废杀, 然后准备迎立夷都王刘宇龙为帝,而且为了防止权力丢失, 在刘宇龙继位前,先以朝廷的名义安排卸会, 担任行都督京香拥一名南北秦七州诸军士,领护南蛮校尉, 荆州刺史,让其镇守最强的荆州,成为自己的外援。 警兵二年五月,刘义龙被拥立为帝,改缘原家, 视为宋文帝,虽然成为刘宋第三代帝王, 但宋文帝的位置并不稳固,稍不小心就会被废。 对外自己皇位合法性不足,纯粹是几位辅政大臣联合拥立上去的。 对内则是全臣把持朝政,徐,傅二人掌控朝廷最高政治权力的同时, 外面还有谢惠镇荆州,谈道寄镇广陵,牢牢控制两大军事重镇, 对自己构成威胁。 所以,宋文帝刚刚登基,只能选择韬光养晦, 对徐,傅二人幽福有加,先生徐献之为司徒, 又给傅亮家开府一同三私, 甚至允许谢惠奔赴荆州十地妇人。 此前谢惠一直担心自己废杀之事,遭到宋文帝的嫉恨。 不会允许自己前往荆州, 但没想到宋文帝居然真的允许他出镇, 出城之日高兴地说自己脱逃了。 事实上,宋文帝只是安抚谢惠而已, 实际上只是想获得谢惠担任极为重要的领军将军职位, 就在谢惠离开建康的时候, 宋文帝安排自己的心腹道燕之担任领军将军。 徐,傅二人也看出宋文帝的想法, 一开始打算安排到燕之前往庸州的时候, 但最后还是同意了宋文帝的安排, 毕竟自己是君的污点洗不掉, 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对宋文帝足够好, 宋文帝会感激他们盈利自己, 但对于宋文帝来说, 有的只是危机罢了。 不久,宋文帝将荆州府心腹安排为禁军将领, 全面掌握宫内禁军的军权, 令自己人身安全得到保障。 此外,宋文帝还加强宗室的力量, 任命南徐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为票挤将军, 冠军将军, 南豫州刺史刘义公为辅军将军, 封江夏王, 刘义宣封靖陵王, 刘义纪为衡阳王, 意图制衡卸会和谈道己。 随着宋文帝逐渐掌握禁军, 徐, 傅二人也感受到了权力的威胁, 主动提出奉表归正。 但在宋文帝眼里, 这不过是一招以退为进罢了, 不会傻乎乎地认为他们真的要交权, 毕竟他们二人依旧掌握朝廷大权, 尚书, 中书二省授旗节制, 傅两还担任外城禁军最高长官护军将军。 因此, 在宋文帝的事宜下, 徐, 傅二人又赴凤诏涉人, 不过他们两人还是要解决的, 不然宋文帝无法掌控朝政, 更无法对付在荆州的协会, 至于谈道己早已被宋文帝拉拢, 虽然谈道己打仗厉害, 但政治上完全是被动的, 谁强听谁, 很容易就被宋文帝拉拢过来。 原家三年, 宋文帝托子北伐, 及拜业陵墓以修建的传建名义迷惑了徐, 傅二人, 令他们无法做出有效的应对, 徐献之闻讯自杀, 傅亮被捕处子, 在荆州的谢惠德之后, 立马起兵反抗, 很快就被平定, 至此, 荆州军政又重新收归朝廷。 仅仅三年, 宋文帝就彻底解决了威胁皇权的辅政大臣集团, 在收回权力的同时, 也解决了自己皇位合法性不足的问题。 威胁权的辅政大臣集团没了, 但宋文帝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, 这就是世家大族为了对抗辅政大臣。 宋文帝以及宗室的力量根本不够, 只能拉拢有着雄厚政治资本的世家大族, 狼牙王室也成为剪除辅政大臣集团后第二大受益人。 比如同样参与费少帝的王宏, 不但没有遭到追责, 还被委以重任, 先升任司空, 后封建安俊功, 王玉之则升任上书令等等, 除此之外, 陈俊殷氏的殷景人, 南洋刘氏的刘湛, 行阳正氏的郑先知, 顺阳范氏的范太等人, 先后担任世忠等职。 显然门法掌权只是一时而已, 宋文帝明显不想重蹈东晋覆辙, 极力避免门法世家身居高位, 威胁皇权的局面出现。 他开始扶持宗室辅政, 腾城王刘义康被宋文帝召到建康以制衡世家, 同时又以王室兄弟奋权以牵制刘义康, 也是在这个时候, 宋文帝学刘裕利用荆州方阵兵力组建了新中军, 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禁军体系, 靠着宗室和门法士族共同执政, 互相牵制, 刘宋王朝出现了稳定的政局, 国内各种政治力量都处于皇权的直接控制之下, 宋文帝也得以顺利的施政, 开创了南朝第一个盛世袁家之治, 袁家之治是开创了未尽以来最好的社会局面, 也东晋南北朝时期, 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一段时期, 可惜宋文帝武功不太行, 三次北伐, 直接葬送了三十年的修养生息, 话说到刘义康这边, 宗室虽然可以制衡世家大族, 但不可避免的会让刘义康的权力迅速膨胀, 顺带着引发了一系列影响刘宋政局的问题, 最严重的莫过于门阀士族选择投靠宗室, 寄希望于通过政治变乱来获取利益, 刘义康身边就有不少人打算图谋拥立, 甚至付出了行动, 而刘义康一度把手伸向了禁军, 对于宋文帝来说, 禁军是自己人身安全的保障, 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其他人染指, 原家22年, 宋文帝贬刘义康为庶人, 之后又怕有心人拥立他为帝, 直接杀死了刘义康, 刘义康被诸以, 也意味着宋文帝利用宗室限制高门士族平衡政局的路已经走不通了, 在刘义康之乱前, 宋文帝的制衡策略其实是非常完美的, 但宗室力量总归有限, 而且有天然的篡权标签, 宋文帝不会一直任由宗室掌权的, 且随着政局的稳定, 门阀士族的力量开始得到膨胀, 到了宋文帝后期, 各个士族集团就开始利用宗室亲王参与对皇权的争夺, 而由于刘义康的专权, 宋文帝也对其他宗室失去了信任, 只能通过加强东宫军事力量来起到拱卫皇权的作用, 最终也丧命于东宫力量。 原家三十年, 太子刘少与史兴王刘迅听信女巫颜道玉, 居然暗中施以巫蛊被人告发, 宋文帝大为生气, 不过此时的他并无费力之意。 不料外妻势力将战, 徐战芝为了争夺权力, 极力缩使宋文帝废太子, 且日夜与文帝谋划, 终于劝动了宋文帝。 一开始, 宋文帝打算历见平王刘洪, 但徐战芝支持自己的女婿随王刘旦, 而江战则支持妹夫南平王刘朔, 所以宋文帝被杀, 纯粹是外妻缩使的后果, 且二人不遗余力地推出有利于自己的人选, 至于贤不贤明, 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。 就在几方人互相争夺太子人选的时候, 本是太子的刘少德之消息, 决定发动政变。 要知道, 刘少已经当了二十多年的太子, 势力早已稳固, 经验也足够丰富, 手下也有足够的班底, 朝廷内外也有不少党羽, 东宫也有精兵, 七族有强势, 要废了这样的太子。 那绝不是一道诏书就可以解决的, 轻易废太子, 很容易引起朝政的不稳定。 而刘少也果断带领父亲, 给他加强的数万东宫卫队杀进了皇宫, 可怜宋文帝临死前还在商讨费力太子之事, 结果却被太子直接杀死, 顺带着结果了徐战志。 而宋文帝被试杀, 也开启了南朝反复无休止的杀戮。 说实话, 宋文帝是一个合格的皇位继承者, 在稳固皇权方面展现出过人的一面, 能强忍住恐惧顺利继位, 避免了两位哥哥同样的结局, 又能暗中扶持势力。 最终反杀夺取皇权, 成功巩固了天上掉下来的皇位。 只是宋文帝未能成为一个强势的君主, 皇位的合法性先天不足, 自己又体弱多病, 为了维持平衡, 只能长期把政务交给自己弟弟刘一康等宗室大臣打理, 结果刘一康却越发骄纵, 获得已只能杀了刘一康。 另一方面, 宋文帝开创了不错的文质, 但在武功方面却是有点太糟糕, 对外接连失败注定无力成为那个推动历史进程的人物。